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个人不知道是真假 后来他说 据说青岛讲说 不是 是人家拍完了人主动走了 真假 我觉得没啥意思 欠钱不欠钱就那么回事了 我只是看这个消息 我觉得蛮特别的 他讲的是曾经拍过画皮2的那个人 看起来是叫乌尔善 这我都不了解了 看来是那蒙古人 乌尔善 前年开始拍的9月份 我们在节目中开始引用风声演绎 差不多同一个时间 我也不知道人家 他说是三部曲了 来我想想是那么回事 一部曲呢 他应该是前面这个打击 一直到火烧太庙 第11回 那二部曲呢 应该是这个昼王派兵 包括冰冻齐山 去罚这个 应该一直到了温重被烧死 一直到这个云中子烧死温中 文太师 这是第二部曲 第三部曲 那他就主动出击了 开始罚咒了 我想他三部曲也就这样了 我个人比较感触的就是说 他在里面拍的 他在介绍中 这人家介绍 他竟然先介绍了 叫黄鹏演的江子牙 费祥演咒王 他叫伤王银寿 还这么写 没说咒王 李雪剑演西伯侯 这个夏宇演神宫豹 陈坤演这个袁世田尊 还有一个演江皇后 他没提谁演答击 很少见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是觉得蛮感触的 一个排了画皮的人 去拍风声演绎 画皮是鬼 然后去拍风声演绎 而在风声演绎的名单介绍中 没介绍谁演答击 这个时代是有点改变 人家排好坏 咱不知道 据说今年夏春 他说暑期的时候上演 那我们都不知道 他现在暑期能不能上演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机会了 黄鹏只听过这名字 可能我看过什么电影 但是因为这个年代原因 肯定都比我小了都过去了 涛哥砍风神 我们会 我希望今天我会砍的 昨天确实心里不太舒服 刚才有朋友说 涛哥我是天津的 我是天津的 我挺感触的 就是我只是这么说 我挺感触的 因为事情发生了 当一些熟悉的朋友 特别看我节目的人 那都在这种困境中 我个人心里不是很那个 所以没有心情 没有心情往下说 那我刚才看到 其实我是看了别的消息 是讲习近平的 结果无意中 这个消息跳出来了 他花了三十亿去拍这个片子 我只是觉得感触了 一个值得花三十亿拍的片子 在中国的环境中 他认为值得 他也认为 他据说是按照魔戒的概念去拍 他也认为真正的 在中国 他可能是从人的环境 金钱的环境 盈利的环境 以及风神演绎 在中国的民间的影响 我想是从那样 那样的角度去说了 他认为值得愿意花三十亿拍 可是给我个人的感触呢 却看到了一个另外的故事 李雪剑 李雪剑我知道是谁 去演习伯侯 那另外一个谈到深宫报 一个废墙去演这个咒网 所以那今天的环境 在中国的习近平 其实有着相当类似的 跟咒网跟山王有着相当类似的概念 他的家庭的背景 家庭的环境 也很类似 我个人觉得也很类似 女人左右了他 那咒网同样是女人左右了他 他同样害了一些女人 那在今天的 当时的咒网呢 其实有机会闻听佛 那时候也叫佛法了 那时候叫道了 云中子跟他讲了一天 他不是不接受 云中子讲了一天 他接受 但只不过他看见达基呢 他就碎了 他就受不了了 所以他就全都给废了 等到了江子牙再去讲的时候 那些都已经没啥 没啥了 其实 也就是讲 在云中子跟他陈书一天之后 那后面他有一个生的机会 他有个生的机会 咒网完 是命力注定的 但是呢 云中子出手去帮他的时候 是云中子的慈悲 我们涛歌坎风神都讲过 是云中子的慈悲 那慈悲的一切不求结果 但是呢 希望他能有所改变 云中子在离开了这个大殿之后 他没离开昭歌 等看到腰愤 那就是讲腰愤了 我们都这么讲 看到腰愤起来的时候 他说 哎呀 这个 本来是 稍微延长点 就是说稍微延长点 商朝的命运 但是呢 看来做不成 所以云中子没有求其结果 离生而去了 留了一首诗 然后在这个 观天台上 就杜元喜的 观底 留下那首诗 然后讲哪天词 哪天完 跟今天的习近平完全类似来 跟习近平完全类似 不是说商朝不晚 而是说云中子 透过他的 他的慈悲 那 周王如果听从了云中子的话呢 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他的命运 我讲的是这含义 所以商朝中央会玩 但是周王不会这么惨 周王会在其中能够 能够因为他的转向 他的一份善念 就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个人的命运 这个东西就像共产党亡 其实对所有人来讲 共产党又不是你们家的 对不对 你妈跟为什么怕他亡呢 你只不过想介入共产党 获得自己的利益 或者权利而已 对不对 那我为什么去讲说 周王跟习近平类似 习近平有机会 接触过真正的佛法 很早了 他很早就有接触过 如果你现在2020年 我估计十年了吧 十年一起吧 他很早就接触过 他读过真正的佛法 他自己讲 在他看完那本书之后 他讲的是佛写的书 其实在他的身边 在他自己的身边 有些人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本源 彭丽媛已经找到自己的生命之本 他习近平他娘也找到了自己生命之本 包括他家里的自己的姐姐 都有 但是这是命运就是命运了 有些人 为了自己的士徒 为了自己的虚荣 女人为虚荣 那被人称为国母 其实他不就 他又能怎么样啊 他的虚荣 使得自己忘记自己的本 这是一种变本加厉的 这是一种相互变本加厉的过程 可能有朋友说 涛哥你说的啥意思 听得懂就听 听不懂就算了 那个圈落呢 圈落呢 我个人有机会蛮熟悉的 所以他们在早年曾经做过什么 大家也蛮熟悉的 就是这样 所以习近平有机会 他自己讲 那是一本佛写的书 就跟周王 就跟周王在听到云中子的 这种讲解的时候 我只是对比了啊 这个其实是不太合适的 那周王也能够感受到 作为修行人 作为生命的认识 但是他受不了那个女人的 受不了狐狸的那一乐 今天的习近平 他受不了这个王沪宁 传递的就像 中共跟江泽民的这一套东西 对他的权力上的诱惑 他满足的是一种虚荣的权力 周王满足的是女人 男女人之间的这种 身体上的这种欢乐 正好是在 正好是首尾相扣的 所以这是 这事件很 就是又是件很悲剧的事情 所以怎么说呢 我只是看到这个消息 我才感触到 而咱也不知道他看过 没看过涛哥砍风神 我们正经八百砍 才今年才砍了 那咱也不知道这个导演 如果看了 但他下面确实是 没讲达基是谁 他却讲出了江皇后 能讲出江皇后 那不容易 江皇后其实就是一个配角 他在戏里的分量 比这个达基差远了 所以我们只是往好去想 而对我个来讲 我只是说这是个引头 就像我刚才说 我说说破了说习近平读过 被他称为是佛写的书的话 我自己也蛮纠结的 今天走到今天 走到现在 很大的成分上 是跟他个人有关的 所以他将 包括他自己 包括中共的所有高官 将遭遇时代革命的这种 报应 时代革命的报应 他不是不懂的 他完全懂得这种 时代革命的报应 这一份的报应呢 具体会以什么样的 真实的状况出现 我个人不好说 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火神山 他高调的派进了 1400兵当兵 雷神山投入使用 却转给了地方 转给了武汉市政府 他怕死了 他怕死 他在真正的环境中 他非常信命 我个人相信 他们很多人会看咱节目 政治分析对他来讲 根本对他没有意义 他无所谓 他就是那样 政治分析对他一点意义都没有 他根本不怕 但他却懂得 他前后多少懂得一点 生命中的概念 人之初性本恶 这是王沪宁的 他难道不懂得生命吗 江泽民曾庆红 难道他不懂得生命吗 不懂得生命 王林为什么当初那么去猖狂 那么能够如何呢 我们节目中讲的 在这个2001年 1月23号 法轮功被迫害 以自焚的栽赃的方式被迫害 开始活摘器官之后 妖魔鬼怪出来 王林等这些人 前后都是那时候出来 把真正的修行的东西 在人的大范围的 十几亿人的环境中侮辱 那必然妖孽子四起 而在这个过程中 他自己习近平能读过 佛写的书 他自己的评价 那你不能 如果你今天再去 违背你认为 佛写的书的 对生命的教诲 对吧 更何况你自己的家人 都懂得生命之本 你给国人 给整个人类带来的伤害 这是最大的麻烦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麻烦 所以看到这儿 我们就感触了 就像我跟大家说 我自己也在觉得 这个事儿说破了好不好 紧抓权力 这是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 英文的文章 苹果日报给他翻译成中文了 他想学毛泽东跟邓小平 在幕后紧抓权力 邓小平是八九六四之后 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然后他变成了一个普通党员 垂帘听政 毛泽东当初在文革之前 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然后发动文化大革命 把这个包括彭德怀 他们就全给干掉 贺龙他们全干掉之后 他把控自己的权力 但今天的习近平 跟毛泽东类似 不相信男人 只相信女人 孙春兰女的 外交部发言人女的 林郑月娥女的 他生性怕家里人 生性怕他的太太 包括他的前妻 他怕 他从生命里头怕 从脚和根儿怕 他怕他妈 但是呢 就在这样的问题上 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人的江山一改 秉性难移 人的生命的内在东西 就让他逃脱不了命运的安排 他是中共的埋葬者 在他权力本身的背景之下 他被时代革命了 就等于中共革命了 你不用期待着 今天的中共内部革命 内部的争斗 将带来整个中共的瓦解 所以未来的时间里 大家看到 他遭遇了时代革命 而中共全完了 而包括他的 他周围的信得过和信不过的人 共产党 李文亮是个共产党员 李文亮 是反送中的棋手 这个刘伯温说的 贫富若不回心转 看看死期到眼前 这个现在这么评价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敢去接受 但那是真的 你评价这样的英雄 那样的英雄 你今天依然在受着死亡的威胁 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 还要懂得 他是个医生 他都不能帮助自己 你要仰仗医生 要起码这样的一个 一个平衡的彼此关系 你要清楚了 所以他是关键 他能够按照他所看过的 被他称为佛写的书 那样去对待生命的话 今天中国的一切就全好了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总是有人要提醒他吧 就是这样了 就是这样了 习近平你在哪 这是纽约时报的原文的 中文的他自己 纽约时报还没出来 这是英文的 英文的标题叫 习威尔 然后呢 他躲 习近平躲在 他这里中文叫神隐 英文是说 习近平躲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在发出重要的指示 相当具有嘲讽的意义 如果我能找那篇英文文章 在防于跟其他问题搏斗 增长放缓 香港的反送中 台湾大选 贸易战 建荣 建荣是一个体制内的人物 我以为是体制内的人物了 习总全力控制毫无质疑 但对他造成巨大的冲击 仅次于六四 合法性来到了巨大的震撼 伤及他的合法性跟他的威望 所以他掌权的态度跟后果造成 他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 原因就在于 他把一切权利都归他自己 当把一切权利归他自己的时候 今天发生的事情 和他处理事情的手法 世人 整个这地球上的所有人 把责任全会放在他头上 这是肯定 失控 神隐 他可能与可能失利 他想与失利和这种 引发重怒的抗议战争划清界限 但是他过去巩固了权力 遏制他的政敌 出事时他找不到替罪羊 史宗翰 这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 一直研究中国问题的 政治上 我想他已经发现 权利整晚端走的一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现在他只能承担责任 他找不到替罪羊 这些都是政治上的分歧 我刚才跟大家解释说 这样的说法 你可以看到 他在政治上 又想握有权利 又想逃避责任 就是说太鸡贼了 这种事呢 在天意的角度来讲 是对他的惩罚 所有人都会看到责任在他 所有的矛盾都会集中在他头上 我觉得这是关键的 如果在政治上没有把握 度过这次危机的话 后果难料 他可能会向党内精英妥协 也可能更加专横 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叫朱棣 习近平抓权没有放松 会有损于他的威信 但很难酿成挑战他的领导 我自己认为 这些都是政治上的分析 任何政治上的分析 下面所有人都把他 都把这件事情 跟切尔诺贝利的核电站相比 西方是这么对比的 包括我看到昨天班农 在这个福克斯新闻的 有一个专访中 他也谈到这个问题 就说现在带来的危机呢 就像当初苏联的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大灾难 那个灾难爆发之后 没有谁去挑战谁 我觉得在当时的戈尔巴乔夫 也谈不上挑战 而是在这种实在的背景之下 人从来没有说了算过 就是他在习近平的做法中 他表现了一个全权的共产党人 他非人性高级动的生命品质 当他的品质的一切完全曝光 完全暴露之后 他自然就完结了 那就像我们一直跟大家解释 你记住发生的事情 是一个很诱发的 人们想不到的事情 共产党完结这个 但是当事情过来之后 人们又看到他其中的理由 这是一个生命的局限性 武汉非典 我们在节目中追踪的最早 你看一下12月31号 30号 10号聚焦 我们已经在节目中谈到 在当时 很多政论节目 我根本不谈这个问题 根本不谈 而我个人当时已经认为 会出大麻烦 你说会怎么样 我以为会很难的 我以为会很难的 所以我刚才讲那一份 把它比喻从咒网的概念来讲 就是希望是个机会 没有任何期待的 就是说 大家可以去品味到江山 应该比兵性难移 他被某种东西控制着 我那天 他现在没露面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他跟世界卫生组织 总干事的那段讲话 那个人是空的 他里头是空的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身体常识 就是说年轻人 你看年轻人说话怎么说 对吧 就像人朋友说 说哎呀 涛哥你老了 刚才有朋友说 涛哥你看起来是累了 说话慢 对不对 其实我个人只是内心中觉得 相当的悲剧了 就说事件悲剧了 悲剧的原因就是 哎呀 做节目这么长时间 我也不知道能帮助多少朋友 这是挺悲剧的 对吗 是的 嗯 哎 就是这意思了 因为 因为其实我看到结果 太惨了 而且会 大家要明白 它是一波一波的 它一旦起来之后 我们原来讲过 凡事都是有三吗 是不过三吗 那即使你表面上看 这个疫情可能停 哎呀 差不多搞一个段落 它接踵可能会 以别的方式出现 那人们 你现在在 我们在讲武汉烧人 它实际就表现出 应急不暇了 处理不了 对吧 死的人 死的人死得太快 太多了 超过了他的成熟能力 我讲的是这意思了 所以一再跟大家解释 刘伯温讲的石筹 是在一个时间里同时爆发 它交叉在一起 不是一二三 它是插在一起的 它集中在诸蜀年 那诸年过去了 还不够 大家还不觉得 还能不体会出那一份 诸年是一个启示 蜀年是真正的 这蜀年刚开头 没有人 在人的环境中 没有人知道 它一定会发生 你说这个比 说这事发生到这么大 就一定这样 人不配知道 人不配知道 如果一个人能知道 这个事就发生这么长 说这个比事情发生这么大 一定死了 十万九千八百九十一个 一点五 那不是人 他也不能在这 在人的环境中待 没有谜 那还是人 很抱歉 切尔诺贝利 他就比喻成这个了 有排过一个电视剧 叫《核爆家园》 任何时代 任何国家 就是掩盖一切 那英国的大学的 一位作者 这个人叫 叫做什么 Richoco 他认为这个灾难 促成了 当时的苏联 后来的瓦解 而目前他所应对的一切 也愿意推出空前的措施 以强化政权的合法性 但是呢 他正在想做成毛泽东 邓小平式的事情 退居幕后 牢牢把握权力 我个人觉得不太可能 他没有毛泽东 跟邓小平的背景 换句话说 什么东西都不可能 都是事不过三 这些都是政论分析了 我刚才跟大家解释的 在我眼睛里看到的是 真实的故事 他以及他的中共的幕僚 都将在时代革命中被革命 如果他不能够灰心转意的话 就我跟你说 瘟疫还是一风一过 对吧 瘟疫还是一风一过 等到他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没人记住他 没有人 以后的人 在经历过这种清洗的时候 给我的体会 都是我的体会了 人们知道经历 有谁知道大洪水 是怎么下起来的 没人知道 对不对 人们知道的 后来叫大雨治水 开创了 开创了下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没有人会记得那些的 那在生命的归属上呢 就像命理注定的一样 但是我跟大家解释 那是一种安排 那是一种定数 这样的安排跟定数 在慈悲的概念中 它是对个人是可以化解的 什么意思 共产党可以玩 共产党一定是完蛋 整个这个环境 中共国也不会存在 但是呢 身在其中的人 可以自救 他自己的权利 我一再讲 他自己的权利 他家里人 知道了生命之本的 这种过程 起码能够在这种大的 瘟疫中 大的灾难中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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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缓解 能够给这种灾难的本身 定数的本身 表现他个人生命善的 多少留有善的一点 我说涛哥 你还对他抱有希望 他没有 不对任何人抱有希望 抱有失望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没必要 没必要 我们只是 我个人只是说 他赶上了 他有过这样的生命经历 他为什么不去选择善 对所有人都是件好事 大的定数是 就是定数了 但对所有人 在这种难 巨难中 起码是一种 机会了 感谢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